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下部位可以这么多的了 完了我是不是中什么毒了 好 接着呢上粉底液 我用的色号呢是B10 接着今天定妆就是定脸周吧 因为最近皮肤好干呀 经不起定妆的折腾 我这种大干皮 接着来画修容 居静医的那种感觉啊 它鼻梁还蛮宽的 所以我不准备怎么修鼻梁 就是把眼窝这边打出来就好了 它是这块鼻影比较重 主要是眉毛与鼻梁的衔接的地方 然后鼻头这边要修一下 鼻梁看上去粗粗的 就没什么攻击性 看上去还蛮可爱的 但是这两颗绝对是它最深的地方 最好可以晕到眼皮上面一点 这样子你看 这边就会比这边看上去自然一点 我需要把我的眉头剪的跟它一样 从下往上 可能我下半部分画谁都不信 接着呢我要画它特别有特色的眉毛 我第一次画这么眉毛 它的眉毛颜色很浓 所以我这次用的也是那种接近黑色的 忘了说我用的是眉粉 因为像它这种眉毛 就眉粉才能勾得出来 好 差不多行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这边的眉尾不是毛很少的吗 所以我还要用眉胶去画一点那种毛流感出来 因为它那种底下是杂毛很多的 虽然说是杂毛 但是其实还是很影响眉型的 我第一次画这么眉毛呀 好可爱哦 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看还画在我脸上 然后我要再把这块加强 看上去就不会那么挑了 差不多这样 然后它的眉尾呢不会很尖 稍微有点顿顿的感觉 接着呢来画它的眼影部分 最近它整个面部的轮廓呢 不会特别的立体的 眼影这次眼窝部分 不会打得非常的凹陷 而是有点抛出来的感觉 所以我打底呢想用珠光色的 因为它有点橘橘的 然后又会显得 稍微有那么一点抛抛感 范围呢就是整个上眼皮部分 刚刚打修容的这一块 我还是需要保留凹陷 所以要画的话就是从这样子画出来 你看这样就不会显得很凹陷 然后下眼影再一圈 整个眼影要把卧蚕底下整根线画出来 因为它是整个卧蚕这一块也挺宽的 把它差不多就是这样 它整个眼影部分看上去是红红的 特别是下面这一段红啊 特别明显 基本上它睁眼的时候 你能看到它双眼皮的地方有一道红 它的眼尾就是不能有任何向上飞的那种痕迹在里面 稍微遮掉一点眼影 然后再用一丢丢的棕叠在眼尾根部一点 就把这个红稍微压下去一点点 然后呢就是它的眼线 它的眼线是那种很细的 紧贴睫毛根部 但是非常清晰的一条黑色 所以说这次一定要用眼泻液来画 你看差不多就这种 就紧贴睫毛根部的那种 就像这样细细一条就好了 就反正很清晰的一条轮廓 但是也没有太改变它的眼型这样 你有没有发现它左右眼角的 特别对称的那种 接着来夹睫毛 它的睫毛不是那种炸开式的 就是有一点点向上的弧度 然后它睫毛膏用的也是那种纤长款的 接着来画它的腮红 它的腮红是在两颊这边的 就是有点修容的位置 在这一块的 它正面其实看不到太腮红 然后我选的是那种橘橘的 黄黄的那种颜色 正面看它是有一点阴影约约的腮红 但你会特别明显那种 这个桌面你们可以试一下 好简单又好好看 然后弄点这种闪的五角星 贴在这里贴两颗 就若隐若无的那种 好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要去换衣服来 唇膏部分呢 这是用YSL的新款唇膏 看到吗 它整个唇膏高体是方形的 这种就涂抹起来非常方便 像我们这种唇型不明显的人 鞋面用来勾勒轮廓 平面用来填补唇色 而且整个系列它都是雅光的妆效 然后现在我手上一共有四只YSL的唇膏 我全部试在手背上给你们看一下 先是这只01色号的 名字呢叫呛口辣椒色 很正的一个辣椒红色 就没有任何的偏色 看到吗 就是这种雅光的质地 第二只呢是10号色 是一个很元气的蜜橘色 但是它主调还是偏红的 所以日常啊 或者是有些特定的场合图 也都会非常合适 还有这只12号色 很独特的一只紫调的玫瑰色 像豆沙色 但是呢带一点点紫 就很显气质的感觉 最后呢是一只21号色 非常复古的一个红色 它每一只的饱和度都非常高 上嘴就无敌显白的这种颜色 而且任何肤色都能驾驭得住 塌掉前再给你们看一眼 细细的欣赏一眼 因为配合它这次方形的膏体设计呢 有一个方法可以快速清晰的勾勒 上下的唇线 它不是是长方形的这种膏体吗 你这样竖着拿的时候 就正好是 这个的切割面看到吗 竖着这样画好了之后呢 你就是这样转 看到就一条很清晰的轮廓线 就一边画的时候你一边转 下面也是一样 因为它是整个是 有点菱形感觉的嘛 也是一边画一边转这样 如果你觉得不够整齐 你还可以拿它的切割面 这样勾勒一下唇周 然后呢再拿它平涂 看到吗 这样饱和度就巨高 我感觉我的嘴巴 霸得比拒禁衣大太多了 我把上唇稍微修得薄一点 因为拒禁衣的上唇没有那么厚 因为拒禁衣的眼角是那种 很对称的那种尖尖的 所以我换了一个今天的眼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